我已经刚刚吃完蔡山的本书了 不过其实我们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访问蔡山的 所以如果它稍后可以的话大家自己收拾一下 好吗? 蔡山 早晨 蔡山 早晨 早晨 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吃的早餐 难道有个机会跟你编下计呢? 当然要问一下你刚刚伸出的一本书 给你一本写的文书 在我这么多年 你对我最深刻的印象里面 我又重看又重看很多次 你其实都是这样子也在乎你里面的对责 但是在我看你每次的访问和我今次看你的书 给我有另一种完全不错的感觉 我看完这本书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你很贪玩 也当然很饿吃 也很怕闷的人 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因为觉得很闷 你连Iron Chef都可以 我再不做那个panel 其实你今天来说 你是否做所有东西 但你都会有趣或先呢? 很短的人生 你一定在这么短的限制 受限制的时间里面 尽量你做回你自己想做的 是很容易的 但是可以尽量 不可以欲所欲为 不可以的 想做什么就什么 没有这个可能 会拉去坐牢的 尽量避免 做那些你不喜欢做的东西 对吧 对 最初这本书来 就很多谢 很多谢去年的pandemic 令到你达成了很多年 你朋友的要求 我可以写一本书 但其实呢 我也想问一下 你其实会花多少时间看 youtube的问题 是否和大家同样 很喜欢看 我什么都看 因为我的时间很多 以前 和他写很多稿 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多稿 所以我的时间很多 我睡觉的时间 四五六个小时 都够了 好少了 那我这么多东西 剩下这么多时间 就尽量做回 那些喜欢的事 那你有没有说哪一套特别好看 你其实最真 大家都说有与有戏 我一出来 我已经看了 这些很受欢迎的 当然看了 看完了 那你其实这么多年 你有这么多机会 周游延广 我都很想问一下 一个常常周游延的人 有没有很困难下地呢 会的 你会想的 好像现在 哪里都不能去的 那你唯有 用你的幻想力 再去到哪里 吃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就很闷了 对 对 你用了多少年时间 可以去认识这件事 不用认识的 就是你尽量有机会就做 另外 在这本书里面 非常多有趣的人 有历史的人见过 那么多年之后 还有什么人 其实你会 希望有机会 可以认识 或者说得太多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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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有很多 好玩的人 很多 那些智慧高 过你的人 你就尽量 和他们 聊天 交流 看他们的作品 今时今日 Social Media 有这么多新一代的 物理 市民也好 真的物理也好 很容易就可以 在一张照片 就已经感受到 什么叫感受人生 是 一张照片 就可以很快地 解释所有的东西 但是这张照片 又可以很快地 令我忘记这件事 我们 那些不是用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用文字 记录下来 什么 那本书 你放在这 我不敢说 可以存在多久 但是 都比较这张照片 久一点 是好事来的 因为时间 你们年轻人 时间又快又短 是好事 但是 对于我们 那一辈人来看 就 比较单薄一点 单薄 你是意思 方面 多 单薄是一个 非常之 拍戏的词 哈哈 好 那 另一样东西 你这么多机会去试 世界各地最好的食物 但是你始终都是 就是喜欢猪油 老闆 那 如果有没有机会去接触 这么多新的 比较好的 quality 的食物 可以任何都有 不要说 天生出来 你就懂得 是 你有 付出很大的努力去比较 这间 吃了 和隔壁的比较 隔壁的比较 隔壁的比较完 你的另一区比较 另一区比较完 另一个国家比较 全世界比较 你会付出很大的努力 你一比较之下 你就知道 什么是好的 你没有比较 你不知道 所以 是比较出来的 很好的读思 对 那再深一个问题 你每次回去吃完一些东西 再记录它的味道 你为什么可以 可以很转时间 你一餐饭 有很多微信 又可以记得 它某一些很小的味道 回去联想 例如 你的玉米 和你十足 不同层次的牛扒 那种小的味道 要回去再描述出来 是非常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吃过 其他很困难的 你就知道 好的是什么 是困难的 但是你记得 好的东西你会记得 其实你写这么多本书 也都喜欢看电影 我相信 你都非常之喜欢看书 我最近看的 都是一些比较浅薄的书 很够 不值得一提 我看回一些 Jeffrey Archer 那些很通俗小说 或者我会看回一些 Charlotte Holmes 以前那些 那些 舊的小说 甚至 Treasure Island 那些我重新看 因为我觉得新的 没什么好看 我就看回那些 所以你也是比较 喜欢看小说的人 我是看小说的人 我就 我就 我就刚刚三反了 所以 我觉得 我看完你这本书 令人想看 因为其实我觉得 看小说 我很怕营养词 你看我的 我也有写小说的 你看我的小说 我一个营养词都没有 都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 又讲花又讲云 大陆有些作家 又讲他阿爺 又讲他家乡 又讲他家乡 这个 我 这些我没有的 他们有时间 住在香港 你没有时间的 你的节奏很快 一二三四 你一定 一就到题 你没有到题 没有人有耐性 看 这个是香港的所有的特色 如果大家 像我那样 看开英文书的 这本是非常直接的 我亦都觉得 这本是会 摆在我的书架里面很多年 亦都 尤其是有 有机会旅行的时候 我都参加我 去试试 一两章 非常直接的 一定很有趣 看开中文台南的书 都这么多的 因为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每个东西都可以学到的 是的 那到最后呢 其实我们Hugger 都是推广一下一些 香港的本地的书枪 嗯 不知不过这么多年 虽然是一个很困难做任务 新的生意的地方 我们看到现在 越来越多香港人 够胆走出去第一步 去做他自己想做的食材 是很值得去推介的 嗯 我们未来十一月 会有一个 香港饮食和设计的证明会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外来的资料 去让大家认识到 很多很尊业 亦都很用心的香港人 无论是食物也好 设计上也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些 亦都可以来参与 我是很希望看到年轻人做这些钱的 我是反对年轻人用爸爸妈妈的钱 用做这些钱 现在是多了很多 所以我都很开心 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 我们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这个就是我们讲回 理念每一个人的故事 OK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食物不只是 产品那么简单 他每个人 这个每一个人 其实从来都不是做饮食的 嗯 但是因为一些东西他们走去做 他们的理念 由选材开始到最后 都是非常细心的 所以有机会 我从年轻做到现在 都是做这些 我现在做的 都是我的咸鱼像 所以 一样的 一样的 好人 OK 多谢 多谢 拜拜 记得要来我们的网站 hungryhugger.com 最后 当然要追踪我们的IG 订阅我们的Youtube 支持一下我们 香港饮食杖人 和hungryhugger 到时见